江苏省冠云县开山岛民兵哨所所长王继才 与妻子以海岛为家 与孤独相伴 在没水没电 植物都难以存活的孤岛上 默默首岛魏国三十二年 把青春年华全部献给了祖国的海防事业 首岛三十二年 这对夫妻的每一天都是从生旗仪式开始 然后再开始寻岛 寻岛结束后 夫妻俩会一笔一画写下首岛日记 三十二年来 夫妇俩自掏腰包 买了二百多面国旗 攒下了一麻袋的值班布 我们在这岛上 岛上也必须有个国旗站这边 等于就是阵地一样 开山岛位于我国黄海前哨 面积只有两个足球场大 一九八五年部队撤编后 设立民兵哨所 但因条件艰苦 先后上岛的十多位民兵 都不愿长期职守 一九八六年 二十六岁的王继才 毅然接受了首岛任务 因为思念丈夫 一个多月后 妻子王世花 辞掉小学教师的工作 上岛和王继才一起首岛 一盏煤油灯 一个煤炭炉 一台收音机 就是夫妻俩的全部家当 淡水 粮食 蔬菜 都要托人从外面买 一九八七年 岛上遭遇台风 通航中断 当时怀孕九个多月的王世花 在黑暗中生下了儿子王志国 当时我特别的害怕 肚子他疼的时候 我就被他身上垂 当时他看我的眼 他急得满头大汗 他团团转了 王志国三岁的时候 妹妹王帆出生了 岛上多了两口人 吃饭就成了问题 那时候 王继才夫妇 每年的工资是三千七百元 一家人的吃穿用度 都得靠这笔钱 粮食应该吃了半个月左右 和我们就断了 风很大 然后潮水落不下去 然后我妈跟我爸就 每落下去一点 就开始把那个牡蜜 往上面剪 因为那个东西吃下去 吃不饱 然后我就在地上打滚 我说 我不要吃 我就要吃饭 然而再苦再难 王继才两口子 也咬牙坚持下来了 32年间 他们请过往的渔民 从陆地上带泥土上岛 在光秃秃的土地上 栽下一棵棵树苗 出去有那个三国骑雄炉 然后就是挖地 摘树 老王就是曾经就说过 说多少年以后 我把他这个小岛 建成了一个六十的岛 这些年来 有人觉得王继才傻 也有人劝他们回去 但王继才说 这里是中国的国土 总要有人职守 他说只有大家才有小家 你不舍 我不舍 他不舍 谁去舍 他说 我这一辈子什么财富 没留给你们 我留给你们 那是精神财富 今年七月二十七号 王继才在执勤时突发疾病 抢救无效去世 年仅五十八岁 在王继才走后十多天 王世华向组织 递交了继续守岛的申请 我陪老王这么多人 顶顶嘀嘀 我都历历在目 拿这个导具 等于是当家了 老王现在已经那么承诺 说一定要在你守不动为止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也是党员 跟他那个没走完的路 我继续走下去 去年仅二十八岁 大学 说明 得真似多得 人 应